儿子,这个邻居奥医叔叔们都是高血腰,吃这个新鲜蔬菜和水果,味貌都相不通。 的确,我常常跟高血腰的叔叔阿姨们讲,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,多吃粗粮。 一方面呢,实际上来说呢,就是说这些食物它富含钾,这个高钾饮食呢,可以对抗,因为你盐吃的多,带来的这种高血压的害处,包括对肾脏的危害。 因为咱们北方人,咱们盐吃的太多了,您看您这平时做饭,您这放盐放的少的,您看要一回姥姥家这盐放的多多呀,口淡了没人吃。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咱们这里都发生高血压,你要多吃含钾的食物,尤其是不要过度烹饪。 同时呢,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吃的多,大便也通常,也不用上厕所里使劲去,这样的话呢,它也避免清晨高血压的时候,造成脑出血压,脑梗塞,心梗那种几率的发生几率。 所以说呢,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呢,对于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一定是好的。 母亲姐爷,和你来的,给我上了一课。 平时咱也可以叫,也祝咱们全国的母亲们,大家节日快乐。 我 我的一个用性响了。 我们来的进步,散步,散步就好比达成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